上古神器,神龙宫以龙金铸成,坚硬锋利,猪妖斩魔无所不能,神龙宫认主若非正主,碰他不得,不然轻则遭到反噬,重则灰飞烟灭,神龙宫只奉射神大义为主,随他征战四方,射日斩交,后来大义突然消失,神龙宫也随之不见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《王者后裔》。 这个男孩太惨了,刚一出生就遭遇了蝙蝠屠村,母亲带他拼命逃窜,可还是没能逃过蝙蝠王的追杀,危机关头母亲舍身相护,男孩这才捡婚一命,之后他被炎火寨的疯老头捡到,带回村子抚养长大,取名树生。 男主从小被骂野孩子,不受村民待见,幸运的是他有两个好朋友,文渊和小妖,小妖是组长的女儿,她美丽善良,文渊和男主都心悦于她。 但一女怎配二夫,于是组长决定,谁能当上村里的最强勇士,瓦丽赛,就将女儿小妖许配给谁。 一晃到了寄天选瓦丽赛的日子,巫师为了让儿子文渊顺利当上瓦丽赛,迎娶组长之女,故意不让男主参加勇士选拔赛。 心悦男主的小妖计坏了,为了阻止文渊成为瓦丽赛,娶自己,她竟然出手划破酒坛,破坏寄天仪式。 可下一秒,空气中飞来一大群蝙蝠,二话不说开始疯狂袭击村民。 村民们没有防备,此刻就向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,不一会儿就死得死,伤得伤。 男主舰撞拿起弓箭射击,可蝙蝠实在态度根本射不过来。 慌乱中,她看了一眼地上的酒,忽然灵气一动,迅速召唤小妖推倒火坛。 火酒相处瞬间燃起汹汹烈火,伴随着一场连环爆炸,蝙蝠死伤无数,联盟撤退,至此危机暂时解除。 第二天,巫师越想越气,本来儿子都要当上瓦丽赛了,都怪小妖那丫头从中作稿。 巫师决定教训小妖,于是召集大伙声称小妖恶坏寄天,引来了天怒,想要彻底平息祸端,必须拿她几天。 男主连忙站出来保护小妖,立下军令状,三天之内找到蝙蝠窝并消灭它们,否则任由大家处置。 小妖不愿男主担当副险,决定跟她一起行动,好友文约也参与了进来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蝙蝠窝,成千上万的蝙蝠聚集于此,密密麻麻的很是害人。 三人见状赶紧往地上倒酒,事后男主逃出打火时准备点火烧掉蝙蝠洞,和火时碰撞声音太大,一不留神惊动了蝙蝠群,三人惨遭袭击。 男主喊文渊出洞不往,他留下来,一边与蝙蝠缠斗,一边尝试点火。 好在他成功了,火焰燃起,玉酒产生爆炸,男主玩命逃窜,终于逃过一劫。 蝙蝠则被大网困在洞中,死于大火,无以生还。 村民得知此事十分高兴,纷纷将男主奉为大英雄,最强勇士瓦利塞自然非他莫属。 这下文渊彻底当不成勇士了,可巫师并没有死心,他决定偷偷报复男主,一个歹毒的计划浮出水面。 他偷偷使用尽数复活了蝙蝠王,卷土重来的蝙蝠王让村民陷入恐慌。 男主见状赶紧拉弓射击,可复活的蝙蝠王竟然刀枪不住,射出的弓箭被轻松弹砍。 幸好蝙蝠王尚未完全恢复,连伤树人之后便自己离开了。 事后巫师反咬一口,责怪男主烧了蝙蝠洞,使天怒更盛。 不明真相的村民此时也跟着起哄,声称要让小妖和男主一起祭天。 幸好文渊不愿好友惨死,便趁月黑风高闯入柴房将两人放走。 可巫师早已下令封锁村子,他们根本逃不出去。 无奈这下小妖挺身而出,引开守卫,男主和文渊则在疯老头的带领下通过密道逃离。 眼见想要解救小妖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消灭蝙蝠王,证明天怒不存在。 可蝙蝠王十分厉害,凡人的武器根本伤不到她。 眼见如此,疯老头无奈只好带着二人来到一座石碑前。 只见疯老头将自己的血滴入自种,煞世间红光闪烁,木门大开。 进入之后,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座金色的大翼射箭雕像,而雕像手中的正是传说中的神龙宫。 原来疯老头便是曾经手握神龙宫上射太阳下射蛟龙的射神大翼。 文渊见到神龙宫兴奋不已,二话不说上前触碰,结果没有天命加持,惨遭内伤,还把龙金座的弓玄扯断了。 大翼射状赶紧将神龙宫传承给男主,可神龙宫已坏,只能另寻弓玄。 这弓玄乃龙金之称,如今蛟龙绝技,以惊难寻,能与龙金相媲美的只有神树上的那吸血疼。 于是男主和文渊不顾凶险来到神树这里去弓玄。 不料下一秒,神树突然发怒,伸出万千树蔓,袭击二人,二人无奈回到反抗,结果之蔓越看越多,不多时他们就惨被捆到了树上,越挣扎捆得越紧。 此时男主意识到神树多有灵性,硬取不行变来软的,便向其表明来意,直言他们此番前来只为取弓弦灭妖,并无恶意。 说罢又拔出神龙宫作证,没想到神龙宫被甩出去,正好吸附在了吸血藤上,顺利获得弓弦,重获神力。 而神树也收回了之蔓,不再为难,男主九死一生,终于得到了完整的神龙宫。 而另一边,蝙蝠王又率大军袭击村民,这回蝙蝠数量尤为众多,大有灭孙之势。 巫师眼瞅大事不妙,赶紧和蝙蝠王谈判,意图仗着复活之恩,请蝙蝠王放过自己和村民。 但蝙蝠王怎么可能听他的,直接飞身上线,毫不留情地踩死了巫师,紧接着就要攻击无辜的村民。 千据一发之际,男主终于带着神龙宫赶来了这里,他摒弃凝神拉弓射箭,可吸血藤座的弓不如龙击好使,射出的箭直接被弹到了地上。 闻院看见父亲被杀,伤心不已,抄起尖枪,便刺响了蝙蝠王。 蝙蝠王吃痛变得更加暴躁,闻院和大义联手,对抗也倍感吃力。 危机时刻,男主再射一箭,直中敌人心脏,蝙蝠王顿时血流不止,可这区区一箭令蝙蝠王身受重伤,却没能要了他的命。 愤怒的力量使蝙蝠王更加强大,只见他挥斥一扇,男主便飞出老远,下一秒,蝙蝠王缓缓朝男主走去,想要将他踩死,大义健壮连忙催动法力,控制木桩砸向蝙蝠王,成功救下男主。 而在刚才的战斗中,大义已然耗光了精力,他预感到大限已至,便在临死之前将自己的毕生法力统统传给了男主。 传功完毕,大义便化作金光,身陨行销,男主顾不得伤心,赶紧持功支援孤军奋战的文冤。 雷渊眼看帮主来了,腾空一跃,洒出渔网,下一秒,蝙蝠王惨被渔网罩主逃脱不得。 男主趁势跳上枝头,将满枪恨意,与大义之力融合,射出一支必杀剑。 仅此一剑却犹如万剑同发,煞世间,蝙蝠王及其麾下,纷纷被重伤而死。 灾难终于结束,可养父大义却再也回不来了。 最终为了纪念养父,男主给自己改名后义,永远守护村子,守护人间。 故事到此结束。